大家好 今天下午我走出去的时候 看到了这一幕 顿时就被这个美景给惊呆了 拍下了这个场景 这个场景也挺有意思的 树上一共有四只小鸟 其中的三只飞走了 剩下一只在树梢 看着树梢上的那只小鸟 突然让我想起 去年也是在圣诞节的时候 我的家人离开我回了中国 原本以为他们很快就能回来 但是没想到一别就是整整的一年 记得我从小就是一个比较自闭的人 不大跟别人多交往 到现在也是这样 所以当有朋友愿意跟我来往的时候 我就会特别的珍惜 去年春天 有位朋友给了我一些沙浆的种子 说心里话 其实我对沙浆没有任何的概念 因为我从来也没有吃过沙浆 但是朋友喜欢 我就愿意去把这些沙浆种出来 我很多时候会种一些 我自己并不喜欢 但是朋友们喜欢的蔬菜 比方说沙浆 沙浆其实是一种特别容易种的植物 我当时把它们埋进了两个小菜床 除了吃点肥浇水以外 我就没有太多的时间去管顾它们 然后有一天发现叶子都枯黄了 我在想 沙浆应该是熟了吧 我就把它们挖出来看了一下 果然长得挺不错的 由于我没有太多的时间去照顾它 所以收成的沙浆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多 我在挖沙浆的时候 就觉得自己挺对不起朋友的 因为没有把沙浆种好 所以我就在想 我今年要用这些挖出来的种子 好好的种一次沙浆 不要再让喜欢吃沙浆的朋友失望了 所以我下定决心 2020年重新开始认真种沙浆 今年一共就挖出了这么多种子 有些还是不能用的种子 沙浆挖出来以后 几乎每一颗小浆都可以称为一颗种子 而且它的出苗率特别的高 刚刚挖出来的沙浆 不能立马当种子种到地里去 因为它的表皮还比较的湿润 需要晾干一下 这样避免到时候种下去以后 会产生一些细菌的疾病 所以我会把它们放在散光的地方 就是有一些阳光 但是不是曝晒的地方 去晾干七到十天 等表皮干了就可以播种了 大家现在画面上看到的这个沙浆 是我已经放了差不多有一个月的时间 已经开始冒小芽了 因为我太忙了没有时间播种 所以这个时候才开始播种 把一球一球的沙浆像这样的一颗一颗的分离开 然后每一个穴只要播种一个种子就可以了 它们的间距也不需要太宽 差不多15公分就可以再种一颗 因为它长成熟了以后 也就是那么一小球一小球的 沙浆比较喜欢新土 所以我在种植向日葵的时候 就在每颗向日葵中间那个空出来的地段 种植了沙浆 每个空格种了四颗种子 沙浆是比较喜欢待在阴凉舒适的地方 向日葵长大了以后 正好有大大的叶子 可以造着它们 所以我把这两种植物套种在一起 我是9月份播的种子 到了10月份底的时候呢 才刚刚开始冒出小叶子 沙浆其实发芽还是需要挺长时间的 沙浆和生姜有点不一样 生姜的植株会长得很高 然后有点像竹林 而沙浆呢 它只会长矮矮的 但是很宽很宽的叶子 当向日葵长到这么大的时候 它的叶片已经开始可以为沙浆 来挡掉一些毒辣的阳光了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 每颗向日葵的中间 都已经开始有小的沙浆苗出现了 又过了一阵子 向日葵又长大了不少 它们的叶子完全可以为沙浆 来遮风避雨了 当沙浆的叶子出现在土面上以后 我们的椎肥也特别的简单 只需要每15天 湿一次氮肥就可以了 我是选择用浇灌的方式 用海藻肥 酵素 或者是稀释的人 分尿都可以 当向日葵盛开的时候 其实沙浆的叶子 还是矮矮的 只不过它们的叶子 长得比较肥大了 但是它不会长高 它只会长宽 这个时候就会很容易忽略掉 以为沙浆还是小苗 其实这个时候的沙浆 已经不是小苗了 它们已经做好了准备 要开花了 一旦沙浆开花了 就说明它要准备结果了 它的果不是结在土面上的 而是结在土壤下面的 沙浆本身长得就很矮 它开花的时候 如果不仔细看 经常就会看不到 所以当沙浆的叶子 长成这么大片的时候 就要去注意观察 有没有开花 另外呢 沙浆花开和花蟹的时间 都比较短 所以很容易被忽略 沙浆一旦开花了 我们就要开始追加零甲肥 但是也不能忽略了氮肥 要观察沙浆的叶子 这个是洪水发过以后的 沙浆叶子 所以是不好看的 还是要追加一些氮肥 让它长得碧绿碧绿的 就更好了 当沙浆的叶子 变成这样枯黄了 就说明已经可以收获了 我在想 今年的沙浆收获 会非常的惊人 肯定会把这些爱吃沙浆的朋友 全部吃趴了 有关沙浆 今天就先说到这里 等我收获的时候 再拍视频给大家看 那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